沒有啦 那個裁判大當當然就是給您參考的 就是這一次這個專利 其實之前也辦得蠻多的活動吧 然後也邀請蠻多的現代民歌迷都來參與我們的一些峰會跟論壇 之前也有透過指揮場邀請您在我們12月禮辦那個HIT AI的指揮場面的一些峰會上 那您很可惜沒有拜堂行程 然後有請到顧地雄的副主委 然後也有請到工發會的就任務所副主委 那其實兩位這兩位就已經非常難 對 然後正好因為上個月就在那個結尾結尼沙盒的一個正好 跟他討論熱度非常高的議題 對啊 所以有一點副主委也蠻多分享了他的一些真的是親民的話 對啊 後來我們也有這個出了很多的這個採訪稿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跟中環就討論到就是 不管像你上了一年多啊 或者是蠻多內閣的合約 其實都到了一個真的需要檢視成績的一個moment這樣子 對啊 所以也才這次策劃的這個專題想要來跟您多請教這樣 對 之前自由跟中視都已經做過我的這個業務 review 對 那所以當然就是我們都很考慎可以有這個討論的機會 對啊 可以跟大家多分享 所以如果你回顧從16年的這個9月10月到現在 就是說10月1號的現在 對 到這個現在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你覺得在政府裡面最大的一個挑戰 跟你覺得過得去或過不去的地方有沒有 沒有什麼沒有過不去的地方 對 我們PITES自己有翻譯的公司已經 對 所以這些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然後我覺得這些核心價值我覺得蠻好的就是說 這不是我一個人決定的 那我們是PITES二十幾位同事也包括阿姆 一起一起討論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這裡面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建立政府跟民間的一個互信 那因為畢竟我們現在透過網路 大家見不到面 那所以要摧毀彼此的可信度是比較容易 但是要這個建立可信度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是目前社交媒體的一個常態 就是微看先轉比較容易嘛 比較酸的或者是比較義憤甜音的比較容易傳播 但是就是說 counter power 就是說雙方消除掉彼此的權力都很容易 但是真正要大家一起面對民間的政策 那其實比較困難 對 那所以我們具體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去促進一個我們叫做開放政府的一個文化 那這個文化我們這一年來的幾個主要成果 一個就是說我們在每一個部會都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我們現在開放政府聯絡人新一期的公事營 也是會在這邊搬帶來五十幾個人回來 那這五十幾個人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它不是因為政委所以才有的 而是它是院裡面的一個標準的一個制度 就是原本政府聯絡人的一個要點 那它就像以前的國會聯絡人 連新聞聯絡人一樣 它就是一個院長設制度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第一次 這個政治局院同意說有非常多的議題 它不是你搞定立法委員或改定主流媒體就可以的 你必須要真的是去面對這個大家實際提出來的問題的人 那我們就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來講 就是說在以前就是我們有聯絡平台之前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那麼快的去知道 就是社會上面對什麼東西現在議題正在燒已經 現在燒的這個新的組織者 因為它已經不是透過主流媒體 它已經不是透過一般的這個立法委員 所以其實呢如果不是有這個聯絡平台的話 其實你也不知道說像一堆人在那邊說 爆炫難平台我們要爆炸 對不對 這些朋友們他們到底是如何組織的 到底是哪些人 他的利益關係群組到底是怎樣 那你去問立委或問主流媒體 他也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對 但是因為有這個join平台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互信能夠成長的地方 就是說大家至少覺得說你在聯絡到五千人 政府會好好討論 好好地來回應 那所以這個平台目前呢 大概有快五百萬個自然人 那以臺灣兩千三萬人來講 其實還算滿大的網站了 然後那在這個上面其實很active的 就是一年大概也是一千萬人次以上 所以在這個上面我可以reasonably sure 就是說有人在這上面獲得相當多的支持的時候 那我們各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像這種財政部的金亨 他就可以說 那我要花我的部會的資源 甚至是跨部會的資源 一起來跟這些朋友們討論 爆炸燃機是不是能用到爆炸 就是會吵著小孩進廚房坐躺吃嗎 那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呢 他就可以不是讓他的部長 或者讓他自己承擔全部的風險 而是讓開放政府聯絡人 跨部會機制來分散大家的風險 對 那所以在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我們是用直播的方式 就開始說一起吵最兇的這些朋友們 有的是好比像說Rocky Cafe的一位編輯點制 然後又或者是說這個專業的設計師 其實他們都是很專業 所以才會吵著那麼大事 因為簡單的講他們比政府懂嘛 對 那所以就是說政府不懂 那我們很誠實的說明不懂 然後大家一起來弄懂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協作 那合作是說你彼此要先認識 先認識之後呢大家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協作的不是這樣子 我們可能本來也不認識 甚至我們各有各的目標 說不定還得空放話還炒過假 但是我們至少就是大家 雖不滿一代合接受的粗略的公式 我們可以先收到 那所以像報酬軟體這件事情 大家有一個粗略的公式 就是說希望大家報完稅之後 心情不要太差 就這樣 心情不可能變好了 但是真的不要太差 對 那所以中間每一個階段就是 不管是這個自暴多 華麗到讓人迷惘 很太時間長 強制講迪交 安全心設定 客服人員每年都要說 請要不要跟我們朋友接Videls 等等的這些東西 當然每一個都會讓事情變差 這就是我們蘇聯的公式嘛 所以我們每個部分盤練出來之後 那我們每個禮拜五 開完協作會議之後 我禮拜一就跟他去給院長 然後說我們收出這些共識 院長絕不覺得應該是行政員的政策呢 那只要院長點個頭 他馬上給國家政策 所以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所以呢 比方說院長一點頭 那財政部就得到一個授權 他就開了五次的協作的工作坊 那這也是一個還蠻突破的 就是說包含我們的官邦就是廠商啊 然後這個財政部自己的公務員 我們的專業的引導者 然後也包含我們的PO 然後以及這些炒的最終的朋友們 都一起進來 然後進來他們就 這個在這種 很有趣的標語之下 去試著把這個包含燃機 重新設計 那重新設計的結果 就是說 今年長這樣子的明年 就長這樣 今年可能在Windows的明年 就跨平開了等等 所以我們用這種方式 處理了大概26個案子 那最近的一個案子就是 就是旅居國外 比較久的朋友們 看全民健保能不能停保 那這個其實社會上爭議很大 這個案子 我們也用這種方式很順利的處理了 所以我想最大的一個幫助 就是說 讓大家看到說 即使是非常多利益關係人 但是也不一定要透過 主要媒體或者立委的動員 民間自己組織的時候 也可以得到相近的程度的這個承諾 那這個承諾是有政治效益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所謂建立政府跟民間的 呼吸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們的二下級 三下級 也各自都有些case 但是第一個部分先講到這裡 了解 所以之前跟蔡英俊是有聊過 其實很多的議題 這些其實真的它非常需要 更多的input進來 那相信 差不多這邊 證明這一點 其實也真的看到我們這26個這個 這個真的是做得很重要 那output的部分 那open development 其實我們也知道政府有很多的數據 對 那現在台灣最大的問題 不然發展到AI 或者是之前的這個 整個產業 它現在缺乏數據 這件事 政府也有可能就能做到貨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所以說 我們當覺得政府缺數據的時候 就是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什麼 先承認自己就是那個沒有人 所以就是會有G0V的這個狀態 就是說 那為什麼叫G0V 就是說覺得政府應該叫什麼網站 應該有這個G0VTW網站 但政府還沒做 那就會有一個G0V出現 然後就去加這個網站 所以話題上說 像其實 像臨時公共觀測網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那這個相信可能你們也有聽過 對 就是覺得環保書的策展不夠 所以民間大家自己捐出家裡 自己捐出學校 各個地方政府去做一些產學合作 然後也好談很多國產的一些廠商 都自己去捐出這些 或者是用很便宜的價格 那所以這個策展就非常多啊 對不對 這個1979個策展 對 那這個絕對不是環保書 就是編一年的公共預算 可以加得起來的東西 對 那這個呢 在其他的亞洲國家 這個其實是跟政府 好像有點搶奪公信力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們有看到別的 附近的國家 我就不講名字了 對這種民間的 citizen science 其實是打壓的 或者至少是 美容大學問的 是不是 對 是的 那但是呢 在台灣我覺得很不一樣的是說 第一個 我們是把自己定位成 幫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人 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有些事情民間做得更好的時候 政府是不用干預的 那第二個呢 這個計畫的痛點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可信度 因為他們目前用的 平衡2.5的這個感測器 要嘛很會要進口 要嘛比較便宜 但是它不是很穩定 所以當然我中研院就是 林詩老師呢 他們用一些軟體的方法 可以試著去修正 可是它這個還是已經被攻擊 就是說 那你這個數據是真的嗎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那政府可以解決這個 所以公公公演員 Eatrix 他們就是現在在做一個工作 就是去研發國產的 PM2.5的Sensor 然後它是透過實驗室的檢定 但是又便宜 所以慢慢的這些AFOX 就可以抽換成 就是又便宜 然後進去度又高的 所以這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政府自己的資訊 跟這些資訊 要怎麼對接 所以我們就是用前瞻基礎建設裡面 一個叫做公共民生無聯網 的這樣子一個架構 那這個架構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突破性的一個常識 為什麼呢 因為公共民生無聯網 它是前瞻數位建設裡面 可能是前瞻所有建設裡面 極少數是完全跨誤會的 它的目的並不是建設一套新的系統 它的目的是把所有現有的系統 包含這個災害防救的系統 包含這個地震速報的系統 包含水資源的系統 包含這個還有什麼空氣品質 然後包含還有什麼大同火山預測 你可以想像得到的 所有關於環境品質的這個計畫 都包在這個公共民生物聯網裡面 那它deliverable是什麼 它deliverable就是說 我們要用開放API的方式 在國網中心 在我們的這個高速運算的這個中心 在中心裡面去架起 這樣子一個叫做公共民生物聯網的 這個情資產業建設的這件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裡面有很多指向 就是首先我們要建立它的data schema 它的這個資料本體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我們要去 這個感測標準模組剛剛有提到 接下來我們要去跟國際上面 各種資料的標準去進行整合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把這個推送的部分 不是只是看data的部分去整合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這些data hub 它其實那個量是非常大 所以我們好比像說空氣資料 這個學資源資料等等 你民間雖然可以自己做分析 但是你就要自己下載到自己的電腦裡面 然後其實它第一個是比較困難之外 也許你下載不完全 那這個時候 雙方跑出來的結果就不一樣 然後就會極同壓強 那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那既然有這個國防中心這個資源 我們不如是把這個開放給民間 那任何人呢 他就可以叫做這個 bring code to data 不是 bring data to code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 code這個發布 然後呢用一個 container 就是不會有資安問題嘛 送到國防中心去跑 所以完全相同的資料 你想要知道說 降雨量跟空氣品質的關係 traffic跟空氣品質的關係 電廠降載跟空氣品質的關係 等等這些部分 那所有的民間就可以自己去做出 互相比較的描心 但在相同的資料上進行計算 那我覺得這個是政府可以做的 就是我們可以做一個 platform 提供計算資源 然後大家很就事論事的 去說這個空氣品質大作戰裡面 哪些部分是值得大家期待 哪些要做效果 哪些大家最好不要過高的幻想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是境外污染源 做什麼也沒有用等等 那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就基於資料的討論 是我們接下來做開放資料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不是 bring data 而是說每一個資料開放出來 都讓政府透明一點點 那在這裡面民間貢獻的資料 就剛才那個G&B那邊的資料 我們是完全是對等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資料他們都沒用 他們資料我們也都拿來運算 我們不會特別因為 哪邊是公務門做 哪邊是私務門做 哪邊是公民社會做 哪邊是公民社會做 我們就彼此 discredit 我們不會這樣子帶著 這個應該是本來 哪邊就應該政府要開放的 數據跟資料 是當然 過去因為種種因素沒有 就是用核式的問題 就把它卡住 那現在當然我們在這年度 也做到大的一些 努力跟投入 那我比較好奇就是想 如果有一些資料 它涉及到 國民個人的這些影視 所以健保 或者是會有很多 就是我們醫療的數據 這個也有可能開放出來 因為我們經常創作在說 就是說 台灣的醫療 本來就一定是 這個全世界跑最快 是是是 可是在一些 包括IoT 或一些醫療的數據上 它其實還是非常謹慎 我覺得這裡應該兩種 一個是個人 一個是統計 對不對 一個是 那這兩種其實是 完全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 很多民間的討論 是可以把這兩個 為一談 但是它事實上 這兩個是 不但應該分配來 它中間沒有任何 重疊的部分 那這個是我們 的一個想這件事情的方法 就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 你在這邊 是你自己的資料 你放在 承諾你所說健保那邊 但是也許你想要做一些 客製化的個人服務 那你也許想要跟你的手環 做什麼鏈接 可是那個的前提 都是info concept 就是你知道你同意 就是這樣 那這個我們根本不用修法 客製法這本來就是合法的 對 那所以政府要解決 只是說 讓你在知情同意的情況下 你的資料這個流的部分 你不需要到五個機關去提 某一樣的資訊 它就可以自己 很容易的互相釣用 但是在你知道 你同意的情況下 這個叫做 買對它 然後這個就很容易做 客製化服務 甚至這個包含區塊鏈 這些東西都非常容易導入 而且事實上也有一些 醫院已經在測試了 所以我想這部分 不用修法 對 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 那現在大家想要問的是說 那這裡面的這個 健保資料統計部分 有沒有可能去讓大家去做運算 那這裡呢 我想要講的是說 其實之前已經做過了 包含我們財政部的所得分析資料 他們當時都是用一個叫做 趨勢別化的方式 然後把它變成開放資料金去釋出 讓各界做研究 可是因為它不能侵害各自 所以如果我的最小統計群裡面 只有一個人 他的收入比例都高 那這樣換一交 你雖然是統計 其實不是統計啊 你就知道是他了 就錄出了 對 你就錄出了 對 那所以這個專頁是怎麼做呢 是把就資料人拿掉的 他完全不再開放資料解禮 好 那所以這樣子當然沒有侵犯各自 可是這樣子你算平均數就會錯 事實上你做任何分析都錯了 對 那所以學界對這樣子的可用性 是非常存疑的 那所以才會有 你剛剛講到這個長引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說 那我們把那個人的資料也提供出來 可是如果那個人沒有同意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對 那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想法 叫做bring code to data 不是bring data to code 所以bring code to data 在國際上 它有一個趨勢 叫做open algorithm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現在開放的不是資料 開放的是統計方法 也就是說統計方法 當然可以不牽涉個人隱私 對不對 它的輸入是個人隱私沒有錯 但是它的輸出 是已經沒有個人隱私侵害的 那所以呢 等到你有這個統計方法的時候呢 你的問題其實只是說 財政部剛剛的那個統計方法 對你不好用而已 你需要別的統計方法 但是你的目的也不是要請他個人隱私嗎 所以呢 這個時候如果你可以把你的這個統計方法公佈出來 讓學界去進行一些檢測 有點像我們聘請白帽海客去找一些漏洞 那假設沒有漏洞 那大家都是公開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把這件事情交給data owner 交給財政資訊中心跑 所以資料沒有離開財政中心喔 只是用你的演算法跑 跑完之後 這個統計資料也讓人家公開 因為沒有各自侵害嘛 對 那但是要做這件事情呢 有三個困難 是 第一個困難就是說 大的有資訊中心的部會 他們有這樣子的能力 那因為各自討 我們目前所有的主管機關是各部會 我們沒有一個擔心主管機關 所以說那個部會如果有這個能力 他就可以做 但是說那個部會沒有這個能力 如果沒有這個意願 沒有任何仲裁機制 沒有任何人可以叫他做事 好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困難 就是ownership 的問題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對於這個演算法的這個 peer review 的這個群體 到底是誰 是這個 只是政府認識的摸頭的一些學者就好呢 還是他可以用第三套集合呢 所以他並沒有一個多利益關係方的一個 討論的一個機制 平易的機制 那這個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部分其實不是只有公務門 你統一的開放演算法 你也可以在私部門的資料上面跑 所以說其實就是說公民協力的這個機制 理論上是要建立在 你用同一個統計方法 你在台灣跑 你在各個不同國家跑 那大家有相同的這個標準 那目前不是這樣 目前是大家都是推外媚 那這個時候你就算發了論文 其實對別國的參考價值到底多少 這個很可懷疑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要這個 國際的開放進用 開放存取 社群 他們自己去產生一個 所謂的 evidence-based 或者 data-based publication 這個標準 然後我們是要順應這個標準去走 那所以呢 這兩個 後兩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不是政府能夠主導的 只有前面就是ownership 這件事情 政府可以來做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目前正在 V台灣有研議一個叫做個資專責機關 因為在所有有個資法的國家裡面 只有台灣沒有個資專責機關 或者反過來講 台灣有三十幾個個資專責機關 因為每個部會是一個 都有 對 對 但是這個意思就是說 部會之間要交換資料 就好像簽外交協定一樣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它的ownership是分散的 而且這個東西對於我們去國際上面 去APEC去討論這個格子使用 跟GDPR去做結合 就變成說我們都要談三十次 對 那這個當然有一些行政成本 這個是講的客企了 三十六個小時 對 也是之類的 對 而且我國際組織也不會這樣 就給我們三十個席位 我們不會有三十票 對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說 我們需要某種獨立的格子專責機關 那這件事情 我們的意見證詢才剛剛結束 那我們大概會在這個月左右 有懸在內部演一個版本 接下來再公開徵詢 那我想我們目前獨立機關 其實三級有黨產會 那二級有促轉會 那或者大家比較熟悉的肥安會 像這種東西 或者當然CC 那像這樣子的功能 其實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相信說 它不會被單一勢力所把持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大家是比較沒有相信 這種獨立機關去做出來的裁定 對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致力於往這個方向做 但是這就不是說把個人資料跟開放資料換回一攤 而是專門針對巨量資料的處理 有這樣一個便宜的方法 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 剛剛我們蠻多的open data 其實它也是在監督跟管理 對 那可以更積極的往發展 或者產業化或者商業化 對 做對接嗎 比如說我們當然現在有五加二展次 有很多這個 從頭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向 但是你自己在中間 你有沒有覺得這兩邊還是太要遠 我覺得還好 因為它無設個資 以及無設這個決策前的那個 有點像行政員的個資 就是草擬階段 如果你無設這兩個 按照資訊文開放 你本來就應該公開 所以開放資料 它是搭著資訊文開放 然後說本來資訊文開放 你只能看 還是我們想要你可以幹 本來只有人看得懂 人現在機器看得懂 那這兩個部分 其實我們目前都已經 用所謂的這個資料品質的標章 對 然後或者是說我們在採購法裡面 我們直接說 你這個廠商在評選的時候 你的專業技術能力裡面 就有一項 就是你能不能夠用零成本 或者非常低的成本 自動把人可讀的東西 轉成機器可讀的格式 那這個已經是進入 我們的資訊採購版本 所以基本上從9月開始 去年9月開始 就是任何新做的或者更新的系統 它只要打個勾 它在做最有力標的時候 廠商就要產生我們IPI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不是很擔心 資料格式跟交換的問題 這種機器對機器接接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比較擔心的還是 第一個 國網這個價錢之後 民間會不會信任 會不會來用 那另外一說 公務委員之間 彼此交換資料之後 他們會不會信任 會不會來用 那這個不是技術問題 這個是文化問題 對 但技術問題我們要先解決嘛 就是先有基礎才有藝術嘛 那個是價值 對 小英格名言 對 所以我想其實目前能不能做 那之前因為我們辦的 比較偏 Mobile Internet的一些 豐富跟活動 那也是跟 國網也是我們知道 台灣國網主辦 我們也有提一些 檢要的報告 給大家的報告 其實講到電腦這件事情 手機取得 平板取得 我們現在 每天每分每秒的電腦 是最多的 是 多數的電腦都被Facebook 被這些 我要講 裂槍嘛 對啊 因為台灣 對 我們很熱意提供嘛 然後他知道我現在 從空桶走進來 他有提供的同意啊 對啊 我還很高興他 我還很高興他知道 他知道我可以順便再打 對 對啊 可是那 相較於政府 或其他 他甚至有些 時代可能更久遠的 那些資料 那現在手機 才能夠取得我們 甚至是當下的資料 對啊 你覺得說怎麼樣能夠 改變這個情勢 對啊 就說真的是 我現在喜歡什麼 我想要買什麼 搜尋什麼 都很主動去 在手機上使用 但是其實某個地方 政府或者是 台灣沒有任何的 裡面的企業啊 公司啊 現在透過了手機 能夠取得數據 對啊 不過我想就是說 其實也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在用Google Map 對 如果你用的是OpenStreet Map 其實社群是取得了 對啊 但是我們之前 你還用 Chrome 你還用 Firefox 對不對 就是說 一起來還是自己的選擇 所以像我自己 是絕對不會是 臉書上打卡的 對 就是說 這是使用習慣的問題 但我想這並不是 政府能夠去喜鬧大家說 你就不要用這些 國外的服務 我想這也不服經濟啦 對 對 所以重點還是說 第一個政府自己的服務 它要變成它在行動載具 至少平板 或接下來手機上面好用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有一個工作 叫做 經驗學生體檢證政府網站專案 Risk of Action by Use 簡稱Ray 那Ray這個概念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有15位這個 學生朋友 對 然後他們用實習的方式 把所有中央位置機關的網站 全部都檢查 讓它在平板 尤其是iPad上面 是能夠很好的來運用的 那這個部分呢 雖然是稍微有一點枯燥的工作 但是 其實他們都發揮創意 也給了很多很具體的建議 那我們很高興的就是說 我們發現各部會的朋友們 都很快的 甚至我們還沒有寫報告 他們自己就上討論區 我們的資訊生他不是指出問題 他是解決問題 所以 所以呢 這個我們的廠商 我們各部會呢 其實有時候我們還沒有發公文 他們自己就休了 對 那所以其實 各院的二級機關 我們在去年10月11月 這輪辦理 我覺得相當有效果 那我們今年的 暑假開始我們會擴大辦理 擴大辦理 擴大辦理呢 就包含這個三級機關了 或者甚至地方政府 因為很多服務是在地方政府 對 那我們可能也從擴大到 從平板到 變成手機 那所以我想這些部分 再舉盤點一次的話 大家就比較會願意 使用政府的服務 他看起來 至少就會跟 民間的這些一樣 這只有web嗎 還是包括app 目前我們有一個趨勢 叫做 Progressive Web App 對 那PWA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 你有聯網的時候 它是個網站 你沒有聯網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app 對 那我想我們未來 就是會往這個角度做 為什麼 是因為 目前就是說 Android的版本有相當多個 那iOS 你也要特別的去開發 那其實對於部位來講 這樣一直維吾不經濟 而且呢 這個其實有 資訊金融的一個平權的疑慮 就是說如果你只有iOS版 我們要特別強 當你的網站還要特別弱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鼓勵大家去買 蘋果電腦的股票 對 這個其實是 其實有它的疑慮 但是因為PWA技術 之前一直沒有普及的 一個原因是因為 蘋果一直沒有支援 Service Water 但是這個它在上個月 終於點頭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 你就是一個網站 網站就是app 那目前當然在研究上 已經是這樣了 但是iOS如果沒有跟上來 是蘋果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會鼓勵 各個不同的 像公共民生物聯網裡面 消防署的防災系統的燈檔 我們就會希望它說 它做成 因為確實防災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會中斷 你需要第一線輸入一些資料 你上線的時候要同步 同步有時間的時候 它要推送 那以前這個在app上 是要用app才能做 網站不能做 是 但是它用PWA現在也都可以 就做了就 對 所以我們就是鼓勵它 不要再華麗去開發iOS 跟Android App 就是用網站再用PWA 對 各部會各地方做幾千個 政府的標案 不過因為在上一代就是說 如果你要取得GPS資料 你要推送 你要領先操作 就塞個大功能 確實當時PWA繼續不符合 沒有 所以你只能起來 對 所以我就說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否定 上一代就像Flash 有的時候之前也只能用Flash去做 表示說 我們現在當然全部廢除了 但是不是說他們當年就有什麼錯誤的 對 它自己買規選 就是一階段一階段 那剛剛我們提到像一些 包含武家的一些政策 一些產業的東西 現在就這一年多 你到底投入的是 你自己投入很多 在外面好像新聞也很少 你自己設入跟支持 新興的這些包含的典型 在哪些 體現在哪些 體現了哪些 穿搭或者是在你上面 亞系上面當然 我主要的還是去做這種 跟類主權 跨國公司去做類外交的工作 那這個其實媒體是有露出 不管是微軟在拍攝的一些點 或者是說接下來AI研究的一些合作 或者是說 AWS當然現在也慢慢開始有這個 簡單來講就是不要把台灣只當作一個市場 而是當作一個研發基地 一句話想就這樣 對 那然後還有就是一個功能 就是說亞洲連結西谷的意思是說 不是支持西谷的技術解決亞洲的問題 亞洲的技術可以解決西谷的問題 對 那我想這個是社會創新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常常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像Facebook 他們在之前在亞洲尤其是台灣 常常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說有一些購物的一些機器人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用很便宜的 看起來很便宜的方式買東西 可是貨到付款之後就發現 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 對 那不是那麼一回事之後 發現那些客宿都不是人類 所以你也不知道 腦子要去跟誰求償嗎 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就是西谷造成的問題啊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是同樣的 這是我們其中一次協作會議的題目 我們就是用多方利益關係人的方式去 試著說 哪些是貨物會可以做的 那自救會的朋友們 會吵著就直接進來一起做它嘛 所以就是說大家一起去做說 哪些自救會可以做 哪些商會可以做 哪些是物流可以做 哪些是我們跨境在入海關的時候可以做 我們去全部做一次盤點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非常多的Stake Order 那這件事情的另外一個事情就是說 大家就不會覺得說每個部分沒在做 因為每個都有 它其實不能跨越它的這個Boundary 但是如果你單點單點不問 它都只能解釋問題 它不能解決問題 但是我們每個部分加起來 就像當年電子郵件發爛的時候 大家覺得垃圾郵件可能不能解決了 但是其實每個人都做一點 忽然之間寄垃圾郵件的人成分 就高過它的收益 忽然就沒有垃圾郵件 對 那所以這個狀況也是一樣 就我們每個單點解決一點之後 那大家就可以去 在共同的一個協作的願景裡面 去做出某一種這個解決方案的藍圖 那這個部分同樣禮拜五收錄 禮拜一我就給院長 院長也很同意 那這個的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就是 我們可以派臉書功課啊 對 那所以臉書就是 應該要加入公會 應該要把它這個機制 去讓大家更知道 應該面對面跟自己會討論 所以我去臉書跟他的VP 這個討論的時候 我們移成上面其中一個 就是說我們別的Stakeholder 都已經做了我們該做的 那你經典社會責任 那所以他們也非常同意 所以過了兩個多禮拜 他們就加入了 臺灣五點面上也同意公會 就是用這張圖去解決詐騙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種 準外交的這種 跟準儲權的 不管是Google的無人車 或者所有這些東西 他們之前對臺灣的了解 可能因為我們英文資料 不是非常的充分 所以就會覺得是說 好像我們是 不是很願意跟外人 做這種討論 那但是因為我們這邊 英語的資料非常的多 我們也願意把政策非常快的 特別像說像現在大家都知道 臺灣要發展AI了嘛 對 對 那我們也願意非常快的 去把臺灣對於AI的所有的 這個action plan 就是不只是 這個已經核定的政策 甚至包含在討論階段的 我們就直接中文英文是對立的 所以這個部分拿去跟不外討論 就非常的容易 非常快 非常容易 那這樣子去進行這種 就是對等式的談判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 亞洲連接西部最主要的一個 連結的這個工作 那所以這是我在亞西的主要的講 一個HUB 對 對 可是過去我們看到其實 各個產業其實沒有這樣子的一個HUB的 比較不出現這樣 其實多多少少之前參與林律師就是都不值得 對 那在他之前當然Simon 那在Simon之前可能朱欣怡老師 就是說一直都還是有業界過去進來的人 可以了解 是可能真的沒有像 你可以跟國外直接 包括自己在蘋果的經驗嗎 是 他那個對話的這個 其實更直接更快 然後 是 年紀生命的事 對啊 我想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不接觸精明 所以我談什麼就到底是什麼 那所以這個對於國外的朋友來講 這個是給他們很大的信心 因為他們不想跟一個人談完之後 就翻桌 還有跟另外一個人談 我想這個就是徹底的透明 我想是對他們來講是很有assurance的作用 所以這個是亞系的部分 對 而且他一些重大的一些產業 那重大的這個產業創新的政策 我目前最evolved的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所謂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系 就是VG Plus 如果亞系是應用面的話 那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系就是基礎面 那這個基礎面裡面 我們在這個部位的分工裡面裡面 其實我覺得我們也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治理上的一個創新 這個創新它是體現在 當然我們還會做很多這個政策 來人幫忙之類 這個也是蠻創新的 以前沒有用這種方式去做 對去做漫畫式的溝通 但是這不是我真的要講的 我真的要講的是說 我們在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方案裡面 我們第一次很明確的說 以前NISTY方案的這個就是 換民作為人權 以及我們政府內部的這個 好不像說透過視訊會議 透過各種方式去做跨部門連接 這個我們還是做的 但是呢 跟私部門有關的就是 好不像說金融沙河這類的創新 政府就不下指導期了 政府是靠大家有系統的違法 的這個方式 讓大家帶著法連往前走 國人載具 一般性沙河都是可以同一個想法 同樣的道理 我們如果是要做這個數位平權 要有一個新的創新來解決 弱勢的問題 像說那個門口有一個 街賣車的翻轉嘛等等 那這些我們覺得我們政府呢 又不如當地的NGO 或所有的社會企業 來個真正能夠發現需要 所以我們如果亂定KPI 就是中央如果亂定 一定亂掉 所以呢 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用區域創新 然後呢 我們是實際把整個行政院 帶到各個不同的區域 所以我們就是像我們雙周二 就會很固定的下降 然後呢 跟每一個 我叫說雲家 台中高頻 華東四個地方的朋友們 那像我才跟他們嘉義回來 那我在嘉義就會一連跑三場 就是首先跟所有社會 創新的朋友們 他們一問問題 我們這邊十二個不會在空中 就是用這種兩個 會議室視訊對接的方式 這邊馬上備詢 所以從這樣角度來看 以前他們是要通過自信官僚 可能還要從立場開始一路上去 所以嘉義還要到台北 對對對 那這邊是有些副高鐵的人 才能參加政策制定 非常不公平 所以我們是網路取來馬路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直接對政委 然後政委這個搞不懂的問題 幕僚就是投影中國公民人的幕僚 馬上在台北立刻就接求 那一接求的時候 旁邊十一個部會就聽到 而且聽到之後呢 我們這個概念呢 叫做暗字關口 什麼叫暗字關口 就是說我們不但做逐字稿 而且我們說 逐字稿裡面所提到任何 不會說要回去處理的這個問題 他們就真的兩個禮拜 只能要回去處理 兩個禮拜 對 所以這是以雙周圍做起 周期做關口 然後每一個部分他在 因為這個為什麼兩個禮拜 是因為兩個禮拜之後 我就到下一個點了 所以我們每一個點 都是用兩個禮拜前的 逐字稿跟關口結果 去再下一步做深化的討論 那因為這樣為什麼解決 非常多法律上的一些 適用的問題 像長照 那或者是一些 老法署的一些 這個方案的資格認定 或像我有一個社團法人 他到底能不能開一家子公司 等等的這種 因為大的公司 可以開基金會嘛 那為什麼大的協會 不能都看一下子公司呢 等等的這種方式 我們都瞬間獲得了解決 那很多都是六七年 沒有解決的案子 就這樣解決掉 那所以我想對 當地的朋友們 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說不會有一個 好像天皇國在制定 很不接地氣的政策 的這種感覺 那第二個就是說 台北這邊 有任何新的政策出爐了 譬如說行公司 金融沙盒 禮拜行商盒 所有這些東西 兩個禮拜之內 各地都知道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跟院長下相 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我們盡量讓行政院 是全台灣的行政院 不是只是台北市的行政院 他是院長一直被罵 然後這個工德院 然後昨天晚上到今天 我也覺得整個 這個老實法 這個三德的過程 是 還是很多瑕疵嘛 是 然後很多人其實不能接受 是 身為內閣的議員 你只能看 我們當然有做一些調整 就是像說 其實工德 工德 工德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很珍惜 就是我們跟工德那一次的協作會議 去年什麼時間 我看一下 這個是在 這裡 10月 所以他們是9月15號提案 然後成案之後 我們是在 10月25號 25 25 25開的會 那票完之後當然我們公務記者 就直接寫了 26號 26號的一個討論 那這個討論呢 我覺得很珍惜的原因 是因為 這是以我所知 第一次 也是文藝品次 在完全直播 主持稿 甚至360的環境下 工種 商種 這個 跟工都 跟所有相關的這些 朋友們 能夠坐下來 一起天邊一天 可是顯然不夠安安 這幾天 整個總統我們周邊 全部都危險 沒有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當時討論的是什麼 是什麼 所以是內政部 是主則部會 其實不知道什麼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第一個說他比較有一個況限 但是大家還是澄清了很多事情 像這個 什麼台灣人均公式 全球跌流高啊 那像這個東西 其實 它就是因為 全職者 在台灣是佔百分之七 OECD沒有人是那麼高的 所以你算總平均的時候 當然全球跌流高 甚至是OECD國家也跌流高 跟你如果全職點全職的話 其實沒有特別高 那但是現在問題就是說 那為什麼我們 幾乎沒有人在做 複補的公式 那原因就是 因為文化上面 這是覺得打硬膜 他大部分的公式 加上也不喜歡 另外就是說 OECD國家大部分 都有專法 去保障這種 部分時間 非典型工作 我們沒有保障 那所以沒有保障 加上當然不願意 小孩去這樣做 所以這些都是 今天亂誕生期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只是講 就是說 人均公式全球跌流高 它後面的結構性問題 就沒有被揭露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 比較深的討論了 這一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當然還有就是 去薪資過地 那薪資過地 當然這個勞工就是 能延長公式的話去薪資 那我們要強調的是 這些便利貼 都是資房老房學界 在寫作會上都同意的 才會貼上去 這個是共識 那所以就是說 這件事情要解決 那這件事情要怎麼解決 可能要靠 基本公司法來解決 那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在過勞的這個部分 好比像說非典就業 那個可能要用 另外一個保障的法律 因為像勞基法它是取代工廠法 有些時間還是變形的 那未來有什麼別的東西 去取代勞基法 這個也並非不可能 但是這樣子 才能徹底解決這個狀況 那後面兩個 就是勞姐沒有確實 跟勞工沒有組織 這兩個說真的 政府能夠做得非常有限的人 這個是盤階的意思 就是說大家 在技職教育的過程裡面 就要強調說 不是你考不上高中 才去念高職 而是說技術高中 那就是技職人才 技職人才的培育裡面 就是要有團結權 協商權 大公權 就放在裡面職交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才有新一代的朋友 他是能夠組織 至少跟OECD其他國家 一樣大的組織率 不是現在 或是就是三分之一 還有五分之一不到 那這個時候 我們才有談判中 這個時候才有 真正的老群合理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我們在教育上面 可以去倡導的 但是這很難去用法制 那比如說昨天三組 今天三組通過這些東西 它採用了你多少的意見 或建議 或者是 對 但我要講的是說 這些不需要動機承法 可以處理 這個是現狀 現況的共識 對 可是我們法案這些其實很現實 是 擺在這邊草案 然後一組三組 對 在這些程序上 你的東西什麼時候可以進來的 然後 或者說可以給予法案 或者是這樣 對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拿著這個公式 是 然後院長現在也指示 勞動部說 那我們就是要來弄 這個異性子法 然後拿著這個 非典這個部分 就是來訴說 那我們就要去做 五分之間公式保障法 然後呢 中高齡的這個就業 尤其是 因為我們現在計時教育 是小孩子嘛 那但是中高齡其實 他的療高均醫師不一定那麼高 這也是做得可惜了 所以這個時候 中高齡就業保障 是不是要另外一個法 最三個嘛 就是最低薪資 非典型公式 跟中高齡 它會從立心法 對 它會用立心法的概念 來採納我們的協作會議 這個工作 這個事實上是 協作會議的時候 大家都懂事 就是說你很難以 不勞計畫去解決 這三個不同正面的問題 對 所以這三個部分 就比較可以用 開放正訊的方式來做 但是它很難把 這三種其實 完全不同的期待 你要在同一步法裡面 對 現在是一個老子三十年 四十年 這幾乎不可能 那你知道會不會很挫折 那它畢竟還是今天就是要三度 是 可是它又不能夠採大比 之前做了很多的工作 廣大比 不是 我們的工作 在當天就已經知道說 對 這些沒有辦法妨礙到其他力處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就從新的它來處理 對 那所以我也不會覺得挫折 因為當天本來就收出來 就是這個結論 就是這樣 對 可是這一次三度 當然他們有好幾個條文 都在爭議很大 是 有沒有你覺得說 哪一個條文是之前有討論到 可是 有加進來或沒有加進來 沒有耶 沒有 因為我們當天討論的是 國定假日法 那當然現在也有人要提公投了 所以這個就更複雜了 對 公投可能又要這個 無常說明會 也要更多接觸唯一 對 因為到底哪些是值得紀念 因為有一派論點是說 現在這七天裡面有五天 不要紀念 對 那這樣你是不是要另外找五天 對 那這個部分真的很困難 這是政治問題 不是政治問題 當然是政治問題 對 那我們先把 就是 基本工資 非典型量 中高零這三個結局 政治問題它真的可能要 不用政治程序 就是公投法 所以你自己的定位也是 你盡量離政治 但是遠一點嗎 離政治問題遠一點嗎 也不是這樣子講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一套 方法的目的 是讓各個利益關係方 可以有一些 最小程度的所謂公識 有公識的馬上就變成政策 沒有公識的繼續討論 對 那是像哪些 節日值的紀念 這種東西 它是非常發散的 你要發散到 全部發散在手臉 大家才不會覺得說 那我的生意沒有被拉進去 那這個就是跟什麼 跟中正紀念堂的轉型 是非常像的一個情況 對 因為那個轉型 你可以有不同的願景 對 一千種願景 對 同樣道理就是 他們也是要靠 好幾場願景去做方 先把所有可能的座標都列出來 是 在試著開始收 所以不是說 我們不能用這套方法 是說這套方法 它絕對不可能一個禮拜五到五小時 就解決 它需要一個更長的程序 就是這樣 其實我當年採訪我覺得 你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 可是我們在台灣的政治環境裡面 就覺得它是一個很悲觀的一個大環境 所以這一年到底有不讓你很挫折的事情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非常順利的來做 因為我是願者上工 我是願者上工 是 我們就是示範這套方法 這套方法 他們覺得好用 就會找我們來用 那如果這套方法 這個不適合的 好比像說 外交 國防 陸委會 他如果覺得不適合 他就不來找 不來找 我就不會壓他們做 就是這樣 其他各部會都很配合 然後包括各個面多的這些 對 對 他們最大的一個 就是這個東西有沒有明文 就是唐鳳走來 在不在 對 那他現在有了 就有藥點了 那所以這個藥點 他也已經變成是一個願藥點 還不是這個單一部會藥點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藥點裡面 就明文去授權什麼呢 去授權這一些部會 他們自己可以再往他們的三級機關 或甚至四級機關 去繼續建立他們的聯絡人制度 那這件事情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當他在他的那個 那一個部會的文化裡面生根了 他就不會變成是說 好像是這個因人而設施 那第二個是說 因為這些東西 他需要的這個專業 他是綜合 一般來講是放在 研考或者中規的這個政策規劃 一定專業 本來是放在新傳公關 這種對外溝通的專業 本來是放在資訊指揮的 這種這個資料視覺化等等的 這些東西的專業 所以說在以前這三個幕僚機關 並沒有一個要點 告訴團員一定要彼此合作 所以有的時候就會變成說 等於資訊的部門被派出來 去回憶一些政策問題 或者研考被退出來要加直播 你知道這樣子的狀況出現 那這樣的狀況當然民間會也會虛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更往你縮 那因為有這個要點現在就是說 你沒有 你就是要組成team 這三個就是要彼此搭配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發現說 欸 也不錯啊 農委會的小編 那現在也很賺啊 那在這個狀態底下 他們就更願意去做restaking 就是更願意去冒險 因為如果實驗性質的東西失敗了 那當然是我的問題 但是如果成功了 那gring也是他們的 所以這個情況他們是比較願意創新的 所以你包括這些院的這些動勢 跟很快的這個效率是 我覺得是你個人有很大的因素啊 不然你對林全院長 你對賴清德院長 他是因為你 你覺得有 你同意我講這個話嗎 其實我覺得本來賴清德院長在市長任內 就已經用開放政府方法 因為他有一段時間是跳過代議民主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對 進去 對 那所以他怎麼做 他也是全為每個里 去進駐每個里長的名字啊 然後讓他的局處跟著他下鄉啊 然後安自管考啊 兩個禮拜之內 一個禮拜之內處理啊 對 那所以這一套 其實也包含當時梅林主委 就是在幫他執行這一套 這個東西他們本來就很熟 不是因為我們 而且他還自己投書寫過 開放政府的必要性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清德院長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他覺得這種快速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本來就是他的證件 是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既然資訊基礎可以進來升成本 那從他角度來看當然升成本嘛 塞高鐵他要什麼 和樂而不為 所以我不會覺得是因為我對他做了什麼洗腦 完全沒有這個狀況 而是說因為他進來之前 我已經釋出一些方法 所以他進來的時候 我們搭配這個方法使用 就很快 對 那你剛剛說有焰唐風走了 那你會因為哪些因素或狀況 真的離開政府的單位 那基本上就是總統的任期結束 然後那個就要總辭 對 那我想除了這個之外 我並不會因為任何元素而離開 因為目前看起來 這套方法不會是賣單的 我本來是說如果重大政策不會 都不願意這樣子討論 那我當然就走了 但是目前看起來相當多的政策 包含能源政策 或是包含剛剛講的空物啊 這些東西 大家都有原因 對 有一些到地方的政策嗎 因為我們現在有幾個 很多的部分都是在中央的政策 你們有說 比如跟台北、新北、大陸 這些他能夠很快的 本來以前我們都覺得 中央地方很遙遠 對 其實有相當多我們聯繫地方 去做地方生身的工作 那重點平台當然 台北、南陀、雲林都有 那台北當然是最有拘束力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連署協作完之後 他們就直接來Loading了 所以這個是把 就是類似我們現在 中選發動那個公投平台 在小規模現在是的層次去做 所以在上面可以看到很多例子 這個我就不多追述 因為我挑哪一個 這個都有政治性 是 好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就是說 我想要講的是參與式審計 參與式審計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新的觀念 而且審計部 就因為平台用得很好 他的想法是什麼呢 他的想法是說 審計部 這我真的不知道 對 審計部是監察院的 那監察院是 就是非常 這個 以前就是讓我們寫很多報告的 對 對 而且政府每次也有創新 就會覺得說 他審計人員會不會不爽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審計部願意來用join平台 而且是他們來PO會議 去問這個PO們 有沒有什麼對參與式審計的想法 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值得鼓勵 那所以 參與審計到底怎麼做 它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呢 它比方說這個 我有不當產的國化情形 或者這個書店系統建設計畫 或者所有這些東西 審計部呢 每一次只要一看到一個新興的 他沒有辦法找到 舊的審計方法的東西 以前他要自己去搞一套嘛 他現在就跑到圈子上 然後問全民說 欸 政府要是這個創新的方法 你有什麼疑慮 然後接下來呢 他就把所有搜集到的疑慮 通通都轉到行政院來 所以呢 我們就會收到這種信 我們是審計部 台北市審計處 然後呢 台北市政府現在呢 以前是用補貼的方法 補貼 這些好比像說 庇護工廠 一些身上的就業 他直接補貼錢 但他還不是喔 現在現在是台北市的一些 國化的空間 身心上的這就業大樓等等 他用一塊錢的方法 去租給社會企業 然後這個時候呢 社會企業自己在裡面 去建立這個模式 然後這些模式呢 這個大家就很熱情的 提出各種討論 是 那在這個套的裡面呢 審計部的工作卻 總是有轉右手 他們就中整說 欸 民間有這些疑慮 對 那你是負責設計的證委啊 回答一下吧 對 那這個時候呢 審計部他就是一個代表名義 來監督政府 他不是民選的 但是他更專業 因為他就是要看錢啊 看所有這個日常的 他不是自己預算啊 但是決算之後 要去看說 欸有沒有不當使用啊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不得不去揭露 我們目前的社企的發展的策略 這個就問你自己來 還是幕僚 這幕僚有寫其中一小部分 但是都是 那我 那我 那你之後還是最後 都是你 最後都是文澤 當然我是文澤 對對對 有一些這個背景的查 等等這個 這個比較是 財經的部分 這個應該是我們賴志祥寫的 對 那單一差不多在連結社群監督 應該是空曉廷 對 但是字我大概都有 重新順過 然後 後面的這個大的架構 基本上是我寫的 對 那所以這個部分 審計部就很高興 因為他們就可以看著這個 知道行政院的政策方向 而不是直接寫在 預算書裡面的單字 那他就可以從這個去 不是往KPI管理 而去往Peer Resolve管理 對 就是關鍵產出管理 那這個時候呢 審計部跟我們的社會使命 就比較對齊 是 那我想這個參與師審計 我覺得是Jone平台的一個亮眼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我們自己行政院的資訊揭露裡面的法規預告的部分 對 那法規預告的部分其實真的有讓大家 要轉方向盤財力和騎採沙車等等的功能 那但是呢 來監督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 我們的預算到底花到哪裡 這個管考 公開管考的部分 這個用的人也比較少 那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部會的自行管考的部分還沒有上去 目前只有院管考的大計畫上去 那大家對大計畫的意見可能就沒有那麼多 但是有些還是有啊 就是像你剛剛說地方性的 像金門大橋 就會有人來關心 那所以我覺得地方性還是有 那即使在我們連署平台上 也有兩個案子是地方性的 一個呢就是在澎湖的南方四島 能夠完全禁語區的小賽權 小隊長的朋友的這個提案 那這個東西我們製作的非常完整的政策履歷 我們可以在澎湖點這個pdc.tw看到 那就包含我們整個討論的過程 所有協作會我們就去澎湖開啊 一群人飛到澎湖 一群人飛到澎湖 對 飛到澎湖 而且有360的這個這個紀錄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非常快速的看到說 澎湖當地的議員 澎湖當地的各個不同的朋友們 對大家的這個批評指教 然後這個批評指教呢 甚至還有這個 對 等等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任何人帶上VR 都可以勝利其境 對 看到我們討論的過程 那這些當然也都是有主資紀錄跟新制圖 那這些事情到記者會議之後呢 我們其實就是做了一個 叫做政策措施表 所以不管你是當地的漁民 你是當地的這個想要轉型的漁民 生態旅遊業者 當地的居民 遊客 強化寶玉 我們協作會議的結果 盪到哪一個部會 每個部會怎麼樣 扣合到他們的年度計畫 這個就是一張非常完整的表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從記者的角度來看 那更容易就可以寫出 都列列出來 都列列出來 那所以而且這個 行程的過程也共駐於世 所以像這個是地方 我覺得還處理得滿好的一個議題 那另外一個議題就是 當時在恆春的時候 有朋友覺得說 欸 恆春你如果出了什麼 重風啊 或者潛水出了什麼意外 最近的一家大醫院 有這個專職的醫師 在90分鐘之外 所以常常會容易 這個出一些不好的狀況 所以他們當時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他們希望這個空情總隊 去把黑音直升機 放到他們的機場 去讓救護車用 恆春機場 對 沒有在飛在那個機場 直接把它當作救護車用 那所以呢 當時我們也是去當地 開了一些作會議 做了非常複雜的 空中轉正的時間計算 那我們這樣子 一整個算下來 也許有一些 省一些時間 對 晚上大概也沒有省時間 白天會省一些時間 但是呢 最常見的這個 一些像 腦中風 或者是這些神經外科 他當地確實沒有醫師 可他適不適合上直升機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呢 我們講 一整個討論下來 我們發現說 其實讓護士跟醫師 能夠留在恆春 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 其實要怎麼解決呢 首先你要他們 有住的環境 他們現在是連這個 恆春旅遊醫院 雖然是部理醫院 他連這個住所大的都沒有 他們還要去住民宿 然後更不要去提說 這個訓練設施等等 所以我們這樣 整個討論完之後 就產生一個 insight 就是說 這件事有四個解法 但是呢 這個解法顯然是 長程最make sense的 所以說呢 欸 當時這個院長 就真的去恆春看 看了之後就播好像 2.7億元嘛 然後呢 就會在 現在好像是 2020年嘛 2020年之類 好像民國110年 那就是2021了 對 對 就是大概三四年之內 就把這個擴增的大樓 八層樓等等的部分 去讓它的設施 住宿等等的東西 都變成跟大醫院一樣的環境 那在這個完全完工之前 就是比較北邊的一些大醫院的 醫生已經可以卸來 這麼多訓練 那這樣說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飛過來 可能還更容易 而不是說人飛過去 所以從這個 到這個2.7億撥下來 這個中間的時間是多少 其實好像只有兩個禮拜 就兩個禮拜而已 然後他預算這些全部就已經 就解決了 就解決了 對 當然還要蓋的時間 對對對 蓋的東西沒有辦法 可是你可以把它壓縮到兩個禮拜去 對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並不是 我們做的寫作會議 讓院長非常做不可 因為這個民間其實已經有過倡議很久了 立法委員或當地的議員也已經講過很久了 這個並不是我們提出的新方法 但是我覺得協作會的貢獻是說 要院長在評估 租民用直升機 這個是另外一排的說法 跟蓋大樓 跟什麼高速公路延伸到恒春 等等的這幾案的時候 我們可以告訴院長說你選了這案的話 當地的朋友們都覺得可以接受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貢獻 不是因為我們提了什麼新案子 而是我們把這些案子 跟當地的朋友們都做了對齊 做了對角 所以我不敢說 這是因為我們這個會議 所以才有這個東西 但是我可以說 因為這個會議 所以院長在做這個決斷的時候 他更知道說 地方上院的反應一定是正面的 然後這個是你帶的同事 就是去恒春去澳湖 然後第一線拿回來 那當然還有一些是機器人嗎 或者是VR會 我們當然都有直播 所以也有很多 好比說之前在恒春住過的一個醫師 他現在可能根本已經在國外了 可是他很關心恒春 他只有透過YouTube直播去看 看了之後就在slido線上留言 他的意見也進入這個會議 所以我想這也是一樣網路代替馬洛 那為什麼我們要到恒春 是因為利益關係也非常多在恒春 要他們全部來特別沒道理 那公共更是這樣子 所以我想目的還是說 我們是盡可能減少行政的成本 但是必要化的 那整個行政院相關的人看過去 我們是絕對不定 你怎麼判這樣 比如說是內華這個也是 你怎麼判斷要去或不去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去算交通費 交通費嘛 我們15個人過去是一筆錢 他們60個人過來是一筆錢 那就這樣 了解 所以像內華這個也是 你提出用機器人這個方式嗎 其實因為我們任何國際會議 我都會 這是我的標準回覆 對 任何國際會議要我 他要命啊 我能不能跑去開機器人 就這樣 所以我當時並沒有迫想 因為我任何國際會議都是這樣回應 就是你先不設定你一定要去 本人要坐飛機去嘛 因為我覺得陶石叉就是很累 然後還有抗議啊 我其他的事情 而且還有就是飛機的那個排檔量很高啊 我們要永續發展了 檢減減碳舊飛機就好 所以那個就內華就 他就接受了你的這個 也很快啊 就可以做到 因為這套我們從在故宮南院 自己local測試 到我在倫敦 在馬德里 在巴塞隆納 就是他們宣布努力那天 然後在那個 MIT Media Lab 然後在各個各種地方 其實都已經參加過非常多次 對外來講 城市在平常也不過很奇怪 所以對日內華就是另外一個城市而已 對 好像那個 到底那個抗議真的有那麼 因為好像也沒看到大陸的媒體有寫啊 然後就是說 他當時在場抗議的有那麼激烈嗎 或者什麼 沒有 他們就是講一些那麼非說不可的話 這個是一定要講的啊 不不講的話會不會不會怎麼辦 對對對 但是這個完全不是意外 因為我們網站就花了半小時 所以所有人都知道我們要幹嘛 了解 而且是大會主席 覺得是合物議程程序的 所以都沒有任何問題 只說他可以講話還是要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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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中暗施錄也不會有問題啊 想請教聖委 對啊 不好意思都會跟那位 太高興 對 對 就是 你們知道主委 就是對社會侵略啊 社會創新有很多 一直主推 對 那就其實很多社會系列 他們可能大概兩三年的發展 還是沒有引力 就是非常困難 那你對於這個方面你有什麼 沒有 跟預約會員比較困難 對 其實一般性的初創企業都是一樣困難 不過因為它是社會企業就比較不困難 社會企業更困難一點 我不這樣覺得 因為其實社會企業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有社會使命 透過商業方式解決社會問題 我們這十個也都是NPO啊 照講沒錯 對 這些沒有哪一個是要賺錢的 對 國發基金可能要賺錢 國發基金可能要賺錢 央堂沒有在賺錢 央堂沒有在賺錢 對對對 好 除了國發基金是社會企業之外 其他都是NPO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比起一般的公司 社會企業對我們來講 更跟我們的實證目標能夠對齊 所以我們更不吝惜去 幫他們調適法規 給他們該有的資源跟輔導 那但是之前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是說 好比它如果你是公司型態 通常你會接到就是經濟部的資源 但其實明明文化步道 有個照片不是有的 但是你不知道 因為公司好像是不管 如果你是合作者型態 好像不是內政部的資源 如果你是NPO型態 大部分是勞動部的資源 如果你是在學校 USTAR或者是USR 都是教育部的資源 但是其實都可以無上流用 只是大家不知道 是 對 那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一個 具體的一個貢獻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 SE.PDC&TW這個單一平台上面 我們把所有的這幅資源 有一個管動式的更新 然後呢 大家都非常容易的來申請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你申請之後 你就可以登記到這個 等級資料庫裡面 那大家就更知道你的社會使命 那在知道之後呢 我們就會鼓勵企業去採購 那採購到一百萬 我就出來頒獎 那所以去年八個月下來 就是採購了八千多萬 那今年當然狀況應該會更好 那在這個情況的前提底下 我們就挑裡面某一些 我們覺得對公務人員的 認知有幫助的 好比像說一些弱勢的體驗 像那樣對話 又或者像是對於社企本身的了解 那這些我們會納入什麼呢 就是共同公民企業 就是說任何的成敗人 他不需要特別去想 他勾一勾 他就可以採購 這就像是直播服務以前的採購 是一樣的這個道理 然後呢 除了共同公民企業之外 我們另外一件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還特別去有所謂的mentorship 所以任何人 他在任何地方 他要麼就是我巡迴的時候出現 要麼呢 他就是禮拜三 十點到十點 任何時候在空中 那我就是跟他談 然後進行mentor 那最後呢 就是說如果還是跟資金方面 比較有關的 那在這件事情上面呢 也有一個快速依覽表 那這個依覽表我覺得非常棒 就是說是有借優還跟這個 有錢免還的兩個狀態 對 然後一百萬級的 一千萬級的 一千萬級的 三千萬級跟一億的 對 那大概有哪些資源可以使用 所以其實並不是政府沒有推出 是以前沒有這種 一戰式服務的方式 讓社窗能夠一下子就去進去 對 那所以這個生態系的處理 我覺得 是我們目前最能夠做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當然會 在公司法修完法之後 我們現在會有一個 實際上還沒有修法 我們就請商業次 已經做了一個喊 那這個喊 它就是去說說 即使你的這個社會企業 它是要照顧更多的這個利益關係員 但是你不是完全引力為目的 你也沒有違法 然後呢 你的章程如果自願揭露的話呢 我們幫你去聯絡這個 那這些部分 我想都是之前 因為在沒有透明責心的情況 大家會怕洗綠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現在這等於就是 張誠夢開 大家就是一起積勒 那在這個情況下 投資深耐性 才可以慢慢的出現 那所以所有的這些部分 我覺得 是造成什麼呢 造成就是 平常這個每年在開會辦年會的事情 跟每年在高雄辦年會辦很久的閒兒 那白包和辦小旅行的一排好 等等的這些事 以前都是每年自己辦自己的嘛 那今年5月5號的話 他們就全部合在台中 就辦一個 就是在社會系列的一個紅會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signal 就是告訴國際的朋友們說 第一個台灣不是只有輸出農業技術 還有我們也可以輸出社會創新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平常很多社創的朋友們只有中文的資料 只是現在我們一次的就把這些東西 全部翻成 沒有 現在是在約啦 沒有一定請的到 對對對 這又有可能請的到一兩個 結果我們就很高興了 對 但是整個目的就是說 希望國際能夠看到 台灣社創的這個能見度 然後在我們特別強的 就是環保綠能、銀法、教育文化、食農、創業技能 這五項裡面 是能夠變成一個區域性的領導者的角色 那這個部分也是讓台中 尤其是副市長佳穎 然後以及佳榮 都非常想要 大家可以看到說 不是只有在台北跟高雄有設計 台中也有非常多的設計 那他們要推他們的NGO聚落等等 可能就是用這個方式去boost track 這是大概的目前做法 了解 在中央是賣異議的 對對對 應該是第二大請 中央這邊有比較請教的 對 假新聞比較有信 好啊 對 年底又要選 是是是 沒錯 對 我們當時這個在rumor.pdins.tw有我們的這個statement 對 這個statement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所謂的五圈一插 就是我們絕對不會因為它發生在網路上而去專門針對網路行為去做控管性的地方或修法 它如果在實體世界是違法的當然當然在網路世界還是違法 但我們不會因為它在網路世界所以就特別去做言論管制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的基本緊承就是衛衛宣傳國法現在也在立法院了 那另外呢工部門覺得說這五圈裡面我們自己主導的只能是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自己不要發這個誤導的新聞 然後我們自己及時的澄清 這我大概可以demo一下 是 那但是呢上面的所有這些媒體素養 這個是在我們聲明部教課綱裡面 我們是亞洲第一個把媒體素養跟自通訊素養放在同一個地方 不是在一個科目 而是在各課一起教的 這個是國教委員的工作 可是落實要靠各個學校一起教在教法 這不是政府可以帶方面做的 那第三方協力健全查證機器就是之前爭議比較大的 但現在大家實際看到COFET的這個運作 就是真的假的這個LINE8的運作 其實大家就可以發現說政府真的既沒有出錢也沒有出人 這真的是一些民間的這個朋友們自己在這個運作 而且那運作的也相當的順 那好比像說什麼這個 什麼各種疫情啊 吃了什麼東西會怎麼樣啊 然後這個什麼魚啊 什麼東西啊 這個多開會精神微軟啊 OK 那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民間就會自己去去做這個插合 那長河的過程裡面這個LINE8就會自動去推送 那個所有這個 你轉給他說真的假的 他就會說要假的 是這個樣子 對 那這個不算完全是民間用開放緣馬的方式的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參與 那所以政府並沒有介入 那政府在這裡面能夠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把各個部會的即時的澄清的訊息 在我們的Wallam GOV台灣 欸做一個聯播 其實全部就這樣了 所以我們就是讓各個部會的新聞連絡人 能夠很快的把他們本來只有在各部會的網站 說實話也沒有幾個人看的這些地方呢 用RSS輪播的或聯播的方式 直接集中在同一個專區 那這個部分因為你可以訂閱嘛 所以說呢 第一個即時澄清片比較容易 那第二個每個都有一個單一的網址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民間要自己去做比對的時候 至少這個網址 全部速度不會比內容那麼長還要來得慢 所以大概就這樣 可是我們就只能做到這樣 這是我們能夠做的全部 就我們不要造謠 我們快速澄清 大概就這樣 平台方有可能跟Facebook跟Line 有更多的深化的很多的可能性 我想像Google他們自己 本來就有一個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Fact Checker的話 那你在搜尋的這個結果裡面 你看起來會不一樣 所以好比像說這個 這些 你就會看到這樣子 所以它既不會造成它在搜尋排名的提高 也不會造成這個不當的聯想 但是呢 它會把某一件事情 跟事實查核單位的這個聲明 在它本來應該要搜尋排名的位置 就是用資訊框來顯示 這個就是Google實際做的 那我們不會趕於Google做這件事 但是我們提供的材料 可以變成事實查核單位的這個材料 我覺得我想大概做到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整個目的是 讓大家有自己判斷的能力 整個目的不是說 我們要讓鳥也不能傳播 而是說傳播的時候 大家可以停下來想一想 而且有一些正販的對比的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政府去 擔任那個事實查核單位 但是我們要讓他們的工作更容易 Facebook上次去美國 你有沒有他們特別提到這個 沒有談到這個部分 因為Facebook他們的UI 目前這個部分還在改版 它不會把它叫做 我想我們中文要翻事實查核 不要翻真實查核 因為真實有一些主觀的概念在裡面 事實查核的部分 Facebook之前的UI是說 好像這個你分享的連結可能搞錯了 但是這個是很主觀的 而且會讓市場再感到很不舒服 所以它現在是變成說 你還可以延伸閱讀不同的角度 等等的 好 那我想這個是他們自己 UI Design Team 的工作 我們並沒有去看你 沒有 當然這件事也是 到這兩個月 包括美國人對他們 Economist 都上了封面 對啊 之前大家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通過川普選舉 到這一年發銷到現在 可是以台灣來說 我們不管 有深受內容儲藏的 這個字還已經是三年 真的 一天之久了 對啊 然後 月露的內容 它的算法在Facebook上是 月展優勢 確實 它傳播跟分享出更快 確實 對啊 而且它是洗得太快 每個人每天是 是是是是 一兩個小時在滑 是是是 這個有可能 我想從警察月深的角度 這個 這個當然可以有些會照諮詢之類的 對啊 但是這個還是要再生 白天我也不知道有一個 那個吉利賓或者是 連結會在我的Facebook上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 你的同溫層長什麼樣子 對啊 如果你的同溫層裡面 是能夠穿透同溫層 彼此論變的 那當然 這個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對 或者像我 我是用一個瀏覽器插件 叫做Facebook Feet Eradicator 所以這個做的事情 非常的簡單 它非常的粗暴有效 就是它把你的Feed 灌掉 事實上 然後改成阿德勒 或者其他心理學校 那 那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就不可能 Facebook 我也不可能看到任何 我不預期的東西 我還是用Facebook 對不對 我還是可以看資訊 我還是可以去看別人的page 我還是可以做關鍵字搜尋 大家都知道 唐鳳有事沒事 就在Facebook上面找自己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書籤 就有一頁 就是任何人 任何時候提到我 我就會看到 對 對 對 那在這個狀態底下 其實我就不會 有同文餐館問題 但是你整個把 那個Speed 灌掉 可是 其實台灣人 最多的還是在 那個Speed 上面 每天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是啊 這我同意啊 這個東西 當年我沒有做出一個Facebook 我們就飛Facebook 可以給 我的腳法是通知 我自己平常 我都會通 我是覺得 因為我的同文層 就比較不在Facebook 不然還在PTT 當然 對 所以我也不能說 我們沒有做出一個Facebook 明明有啊 就PTT啊 對 對 那但是就是說 它的觸及的 是不一樣的 對 那但是 你要說PTT 沒有網頁 反正也有啊 直接流來氣就連上了 對 所以其實我不覺得說 Facebook有那麼大的 它不是我們唯一的 公明人空間 它是很大的 公明人空間 但它不是唯一的 然後 這個公明人空間呢 他們自己也理解到說 他們有他們的 企業社會責任 所以呢 像你剛剛講到的 片點機率 其實演算法上面 已經在包含條件 是 對 而且甚至包含專業的 那個排名 這件事情 也在調整 可是我要聲明明明 兩點 第一個 雖然我在演算法上面 很熟悉 但是我沒有干預 或者參與Facebook 演算法設計 那第二個 我們跟Facebook的 討論 都是在一起辦活動 或者是去做一些 開發者的一個關聯 或像這個 出現詐騙的時候 我們拿著這張錶 去 去討個公道 等等的這個狀況 我們不會去 對他的演算法本身 去要求他進行修改 因為我們覺得 這並不是行政院 適合做的事情 就在 單一的一個政府 或者 國家政府 其實他沒有辦法去要求 我們可以要求 我們可以要求 可是這個要求 除非我們能夠去證明說 我們這個要求 它完全是 全台灣的各個利益關係者 都同意的一個方向 就像那個我們臉書 這個購物詐騙 我們是真的很認真 票員協作會議 確保自救會 確保電商協會 物流等等 都同意這些訴求 我們才跟臉書講 那你剛剛講的那個演算法 我就不覺得台灣的很多朋友們 會覺得我們可以這樣子提訴求 當然 那這樣的話 當然就是說 政府有權力集中為特性 所以我們這樣子一提 權力就集中到政府了 對 那我覺得集中之後 我就反過來好了 那所以說我是覺得說 不適合有政府做 這是很適合面前做 那投資的意義上 有可能到非常多 如果這些 我會練想 在台灣做更大的 研發東西 然後這個都有在做 對 那很快就會有電視 OK 所以不只是當初 像這個STAR的這個機會 FGSTAR它是一個開始 那但是我想 更重要的是 像他加入上一回公會 就表示他要落地了 對 那他要落地之後 很多的法律上的東西 才能夠開始討論 那這是一件事 那不只是Facebook 其實極大嘛 就是Microsoft Amazon Google等等 那這些部分我覺得 我們目前都在談 然後隨著樣戲的這個 這個運動 很快我們就會看到 更多的資訊 就是我想 他們的Top Leadership 都已經理解到 台灣是可以用 網路治理 多況利益關係的方式 而不是土八王的方式 來跟他們討論事情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會越來越願意 去設這個據點 就是準大使館的這種東西 準大使館 對 我其實真的把它看成 準外交關係 因為它已經是 某種別的主權的這種感覺 你會覺得 如果之前的爭議 導致後來 其實狀況越來越多嗎 沒有 Facebook解決得很好 Facebook也沒有分公司 因為很難 真的 他也不想要被你的這些 相對 這其實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Facebook 我們最後解決了 那解決 而且現在它是核發音樂 它現在甚至是 計程車配起來 四個APP了 對 那為什麼我們能夠 很好的解決原因 因為平台新聞沒有多好利益關係 來用直播主子 然後坐下來談 這個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 那 Airbnb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透過這個 臺灣的模型 討論出一個平台經濟的一個檢視原則 現在是原來還在核定 但是核定之後 所有類似平台經濟的東西 它就有一個可疑群的這個角度 可以去討論 那 Airbnb 或者其他公司 最怕的是這個不確定性 就是你換一個人當部長 對 它就大轉彎 但是我們現在有這個 檢核原則的時候 它就可以知道 中國不斷支持 各方利益關係 討論過的 那我們現在試著把這個東西入入法 就是社會通訊傳播法裡面 它就是所謂這一類的跨境的 網路治理的 網路諸位經濟的事情 就是要多方利益關係 做下來談 但立法理由裡面就寫 比台灣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 因為立法院還沒有三度通過 所以我不能夠說 我們未來一定都會這樣處理 但是如果立法院是 照這個方式三度通過 那行建院未來都會這樣處理 因為當然還有很多 包括大陸公司 大家現在也都蠻紅太強的嘛 以前這個 海籍也要落地嘛 想要在當年被同事會怎麼樣 就是我們看到 或一般大家接收到的 都是負面的訊息 那不因為解決的時候 不會在第一版嗎 不是在第一版 不是在第一版 是 就是一個小狂狂 對對對 比較暴屁股 對對對 不是市場就這樣 對 所以爭議的這些還是 按照我們今天的程序 還有立法 對對對 這個都有在做 所以如果你看明台灣 或者可能多看中央社吧 這樣子 至少它爭議跟解決 是一樣大的版面 是 對對對 都是一個立刻的 對對對 所以你期待未來 當然參與總統現在的任期 還有一段時間 那我們也看到 建立沙盒 然後幾個這個法案 無人載區沙盒 沒有真的還 你有沒有看到 有很多立委 局面的立委 大家還滿 新的立委也滿 國外人才他前創嗎 對啊 對啊 就是你預期未來兩年 這樣子好的case 會比 因為我覺得去年可能 是一個開始 對 未來兩年是非常好 其實我覺得 方向一直都沒有開 他的改變 但是 賴院長真的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本來是 好不像說 一季才發生一次的事情 變成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 就要結局 就是我們從 開發角度來看 就是iteration變短 疊在變短 對 那疊在變短 不表示說 之前方向是錯的 之前方向是對的 但是現在就是說 大家會很快的發現 這個也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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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滿好的 因為他讓社會氣氛可以變成是說 解決的方式 誠如你說的 不一定進入人移 但是至少 我們接下來就 討論下一件事 我們不會一直討論這件事情 不想討論 下一件事就可以討論 對 那兩個禮拜 這樣子其實 就可以處理比較多件事 那我想這個就是 民間開發的一個精神 就是說你不是每個 screen都是進入人移 很可能你 e-ratio發現這個screen 爛掉了 但是你至少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就可以面對他的解決 是 所以大地黨的明確就是 這個疊代的速度 跟效率真的是 非常快 非常快 危機也非常快 也是都是非常快 危機也來的非常快 對 也處理得非常快 才三個月 對啊 也處理得非常快 是啊 今天早上就解決好了 對 也是 那結果可禁留 確實啊 但是我們現在就可以來討論 最低公司 非電行公司 專高研究業 那如果你這邊拖三個月 這三個根本不可能 對 對 對 再立三個刑罰 對 新的專方 當然時間關係 就是選舉在台灣的政治場域 還是最核心的一個東西 你會考慮選舉嗎 選舉 選舉 不是選舉 是因為被投票 被人家投票而已 事實上 我覺得 因為我 無政府主義者 就是個人的政治主張 所以 我在政委這個位置 可能是最適合的 對 因為我就是 在當大家的溝通的橋樑 然後我是說 希望 政府能做的事情 明天都可以做 所以做設計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讓四部門 跟第三部門中間 達到一個了解 合力做一些以前大家以為這個政府才能做的事 那這些事情越多 政府就越不需要做那麼多事 那到最後希望 我有生之年 可能看不到 他就不需要有政府 所以我真是理想 對 對 那但是 就是說 我正主張在政委這個角色 大家還覺得 可以自圓其說 可以說得通 但是我如果現在當個市長 然後我又說 我希望這個市政府 很快可以消失 一些 好像這樣 就乖乖的 每天就上頭吧 對 台北市政府 不用幹 對 所以我是覺得 不會去競選 對 所以 對上 對下 其實都不適合 政委這個 這個不是一定是 最適合你的 了解 對 去當個部長會員 因為我當部長會員 因為我當部長會員說 因為我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下命令 我也不接受命令 大家都是自願 院政上的工作 但是你當一個部長 你說你不下命令 不接受命令 可能每天要出多少名 就要幹多少張 對就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有幹張嗎 沒有 就完全沒有 我沒有任何事情 是我才識的 對 所以其實我不才識任何事 對 對 那所以更沒有改善的問題 嗯 所以一年多都沒有任何一個 我們想像是在政府 我們 雅門裡面就是 一堆公文這麼高 沒有 完全沒有 但是就帶人的明白 對啊 這當然也有電子公文系統 就是大家請假單 但是我們部門的房間 也是每個人自己搭 所以 所以 你部門也搭老闆 我也不會叫同人做任何事 大家都是自己挖坑 就是覺得現在是值得做 然後自己組隊 自己說服其他人 這樣就去做 這幾個人 二十出頭 二十幾個人 對 那然後 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看看 就是我們在 醫院裡面的這個 殺菊的這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裡面 我覺得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Spring 每個Spring一個禮拜 那 我們這個Spring大家在做什麼 然後 每個人正在幹嘛 然後所有這些東西都非常的清楚 然後 像他們的這個籌辦 這個東西 反正你用過Trail的話 所以就這樣管 二十幾個人是本來 他有一個固定的編制嗎 嗯 一個證委只有兩個紀錶秘書 對啊 我們應該有三個人的 他現在有二十幾個人 他這幾個人哪裡來的 沒有啦 有些是T&E T&E T&E 是 對 那有一些其實 就像你說的 他是比較是volunteer 他本來可能在某個部位服務 但是他說服他長官 他能借掉在我這邊 是 對 那這個是最多的一個 那還是掛在原來的 薪水還是 那好處就是說 他在這邊也算是一個聯絡人的一個位置 是 他很了解原來的這樣 對對對 那像本來的核心的幾位 像我們葉寧是從NCC過來的 那他本來在VT1 因為他就是會有無法的主要作者之一 我們本來就合作過 一定的一個信任基礎 所以他來這邊其實就是帶了很多NCC的 本來的治理的概念進來 那又或者像是本來蔡宇林正偉的 一位很義重的這個共玩 就是簡樂院 那他本來是夢藏會 為什麼 因為本來蔡宇林正偉是夢藏會的正偉嘛 那所以他就是突然做非常多院內的聯絡的事情 那現在當然夢藏會已經沒有了 他現在是夢藏重新主任 可是 可是他還是在幫助我們去做化故事協調 那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其實是很感謝這個 夢藏的朋友們願意分享 那這二十幾個人有平均年齡嗎 然後男生都女生之後 我們Jetal Balance的狀態非常好 那所以你在Pedis的網站上面 看護VR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人 你有沒有看到別人的頭像 然後我們中文網站裡面 我們還包含見習生的都都在裡面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先不算見習生的話 那 有三十歲嗎 沒有嗎 沒有 Average 你不算 你不算 你有臉辣高 是這樣嗎 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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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三十上下 三十出頭 那但是當然這一批 這一批就非常 這個就非常 都是大學生 對 那我們在 應該是五月嘛對不對 會有VRP的Rain 那這邊又會再多一堆 那這邊又會再多一堆 那是半年半年一起嗎 還是 每一年會有三個 各兩月 三個各 對 也就是說 五六 五六 然後 八九 然後四十一 對不對 對 那兩個月他能夠 你過過的學道 足夠嗎 兩個月 不是啊 他兩個月只是 只是有錢拿的部分 接下來他就在Slack上當事工了 瞭解 管他 管他念研究室在幹嘛 對啊 因為其實整個目的就是要讓年輕人 任何看不順眼的地方 他可以變成他的contribution 變成他的貢獻嘛 對 那所以 其實像我們每一次要看下一期的Rain 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請大家 來 來提建議啊 那所以像這個就是要給個建議吧 然後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對 之前Rain的參與者 然後 然後發表上說這個 我們在增加一些工作人員 有興趣的同學 請大聲說出來 馬上就有六個回覆啊 然後大聲說出來 就有人說出來啊 所以 anyway 所以 對 所以我不是覺得說 這個還蠻好的 就是說 他們見識就是了解我們的工作方式 也了解到 不管你的身份是什麼 其實他都可以在PX動作 是 就是這樣 了解 所以真的未來在一年兩年 他會是一個 上百個人的一個 一個 team 可以在發掘更多問題 是 解決更多問題 對 了解 好 還有問題 不好意思 超時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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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是特別講 好像你要提到 沒事沒事 對 後來答案他告訴我 是今天就對了 對對對 是今天超後啦 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不用特別就是 遮掉哪一段的話 我們就整段上去 好啊 沒問題啦 到時候我們也可以再 OK 對我們單CC授權了 就隨便你們用 謝謝 謝謝 再幫你拍一張照片 好 正好這個 我覺得這個 背景很不錯 對啊 對啊 你站起來好了 好 再後退一點 再看 好 1 2 3 好 2 2 好 我給你照的拍一張照片 來來來來 謝謝 你真的是太久沒見 是啊 3 2 1 好了 3 2 1 3 2 2 1 1 1 2 3 1 1 2 2 2